下面我想请杨先生来讲一讲 这个这周我们最热的话题 好像杨先生有注意到 就是关于台海的这个这个问题 这周其实台湾的话题实在是不断 这个我整个的我自己的节目 都不太想聊这个问题 因为觉得实在是 好像觉得基本上聊的都差不多 但是还是各种事情层出不穷 所以我先想请杨先生来讲讲 在这个周一啊 这个说到的关于台湾 这个进入联合国的这个事情 因为按照这个吴钊燮的话说 他一直在这个用这个2758号决议 来挑战这个台湾 要进入联合国这件事情 所以我想先请问您 从您的角度看或者您的分析 您认为2758号决议 台湾是否能够挑战 2758号决议的出台 美国在这个过程中呢 当时是老布什的当大使 第一个呢改变的投票的规则 多数拨票券就可以 一超过半数就决定了台湾的问题 第二个呢 他提前他没有 按理由 不然就不可能 中国取代台湾 拿到了联合国席位 是当时的奇性和秘密 他跟周恩来达成的政界共识 1949年毛泽东急于 联合国加入联合国联合国承认 那个人派了五星群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到联合国大 当然那次苏联是态度是暧昧的 当时呢就有一种想法就是 史大林要求毛泽东派的起估朝鲜 嗯 然后我们的支持也不加入了 当然这个事情就一直以为大道的提升 所以呢我想 你刚才这个问题讲了 2758的决议尽管没有提到中国的主权 无法换为包括台湾这个东西 这个字眼的条例不要紧急 除非美国目前已经决定颠覆性的改变 他的对台政策 他的对话政策 完全抛弃战略模糊感 与战略清虚 否则的话 台湾重管联合国这个话 70年代到现在就是老化了 对 50年来没有得到得逞 或者没有在按照台湾的意愿 被炒作成为联合国议程 这是因为中美关系那时候有共同的 那就是苏联 中美关系那时候发展是正常的 而且呢发展关系互动比较良好 所以台湾的议题一直是不可能 成为联合国一个议程 但是今天 已经迟过紧急 中美关系的自由落成的状态 对 中美关系之间的台湾 美国的频繁出招 也使得中国感觉到了台湾问题 经过了70多年的延大 他有他的紧迫感 而那紧迫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多确性 得到了进一步的出现 当然前提就讲 除非中国在联合国线流的影响力 已经明显的大部分下降 变成没办法去左右而影响 第三世界的这个老大 他这个老大地位被取恶 人家不吊了 嗯 除非美国和欧洲的大多数国家 都放弃一个中国 或者放弃中国 而采取跟台湾建交 除非北京不得不妥协 若勒不能接受一国两席 就跟当年联合国成立的时候 苏联有三个加 两个加盟共和国 两个加盟共和国 跟苏联一块 加入联合国 苏联在联合国有三个席位 乌克兰 埃罗斯 好像还有一个是就是苏联的本身 除非中国不得不接受一中一台的现实 除非中国不得不接受一国两席的条件 否则的话台湾问题 一旦进入联合国大会的议程 那基本上台湾问题的和平方式的解决 任何努力的力求 华山剩下一个 这不一定是美国现在的取代 台湾也知道没有美国的支持 他也很难实现这个 这是个老话题 台湾问题国际化其实也从 十年代一直成为现在 所以到了1058年的823炮灾 为什么不打 这是两边的领导人一种 苏勒斯要逼 台湾从金门马祖撤军 造成一个台湾国际兵务一定问 然后联合国投票了决定 国际通过来 那当时候如果不打这个炮 蒋介石没有办法招架 炮一打 就全世界宣布 内战还在延续 内战在延续 无军可退 所以才会出现一个世界战争史上 没有过的 一三五打炮 二十六休息 一直打到了这个七五年来停止 这看起来好像是玩一样 实际上双方的炮弹都登到偏僻的地方去 就造成了两岸的一个特殊的产业 这个菜刀非常的多了 金门菜刀就能持人全身 这个苏联的钢非常好质量 我去过跟那个老师 我做过他的结果 那全部是炮弹国 这边也一样 这边美国的钢那时候的质量好 那边的苏联钢质量也不错 所以这种停停打打 其实就是个内战 大家可能别忘了一个现实 1949年以后 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内战战争状态 并没有宣布结束 也就是说内战还在延续 内战在延续一切都有可能 当中国至于全世界宣布 我要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问题 他有他某种程度的 解决内战问题 历史优伦点的正当性 这个东西我相信中国大陆已经有 足够的方案 这方面准备了70多年 什么样的问题他都已经不及到 包括牛津川 国台外户主任 忽然间冷布丁冒出了一个 台湾这个问题解决以后 台湾的税收之类的 说老时候那是老枪老调 那根本没有什么 这个时候突兀就出现了这么一个说法 也就是告诉大家 中国大陆的对台系 也已经在准备 用不同的方式 或者什么方式解决台湾之后 台湾的内部的社会 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 和其他制度 所以我想 我说了那几个除非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一个官媒呈现 只是我们总结的台湾重返联合国 在这一串的声音喊得很小 别忘了 中国对台湾重返联合国 采取的是冷态度 对 冷除 冷除力就是不屑一步 第二可能手忙脚乱 没有什么招 但是我想就不屑一步的 胸有沉黎 我就是这么办 反分裂国家法 划定了三条线 大家回去可以再重复 触碰了 如果你大陆的领导人 不采取相应的措施 他自己要先下来 不管他是习近平还是什么 中国大陆这个共产党已经 不全然是马列主义的政策 是民族主义的政策 到目前为止还能够迎聚全国民心 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 对 最主要的政治精神 这方面的战争的号召力 就是解决它 所以这个问题 他现在要么就胸有沉黎 要么就什么都不知道 手足有错 但我相信他还是有质底的 一些战略相当 所以这一点来讲 其实如果老一辈的朋友 稍微回应一下 每年这个时候台湾方面 美国会都会定期化作 只是现在是由美国官方 白光正式的 对 过去的成绩相对地面的 参众演练的议员 中的之内 各种各样的 没有任何 议员说 讲完以后就会收到 很多的注释现金 那当然我们也可 跟我们收购到费一样 好不好主持人 好 这个问题我先回答完整 谢谢 谢谢杨先生给我们讲了一点 这个简短的 这个简单的这个历史 这个 所以这件事情不新鲜 但是他在 这个目前的美中的关系当下 呢会非常的突出啊 所以就是说也被大家所关注 呃 还有就是除了这个 这个 这件事情以外啊 这个我们也看到布林肯 他其实也是 应该是美国历史上 这个国务卿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人 是首次表态啊 这个就是要台湾加入联合国 这个是不是也是在他这个发作的 这个这个这个当中啊 是一环 但是也有人说啊 杨先生说这个 台湾这张牌被美国就快用烂了 就是典型说是他已经没有招了 所以他在他才会用这个联合国这个事情来出这张牌 所以您觉得呃 是不是这样 您觉得这个台湾这张牌对于美国来说 接下来他还有什么这个 其他的方式吗 中美关系 五十年建交 台湾 一直 成为双方一个不断较真儿的 一个 呃 台湾 台湾 打得非常的 闲熟 或者容易得心 得心用手 是因为他 一直很模糊 嗯 不让北京知道我美国真正的意识 北京的中美关系比较良好 或者也默认引起 你 美国军不军售 对吧 对 从老布什 他都之前都有一些战略元气 现在关键是现在已经没有战略元气 而美国把台湾牌打到了这个程度 就是说台湾牌已经完全释放了 他原来应该有个能量 那好了 现在我们美国还会打什么 对 美国还会打什么 如果美国 把台湾牌的能量都全部释放完了 那你说他会做一个什么内容 支持台湾 对 50年代台湾牌的打不好 现在还能打得多好 现在中国人50年代 中国的中国国力 政治军事外交的努力 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 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 那9596年的时候江泽民没招 都想办法把 上轮上面架大炮也要 也要开过去 嗯 不惜战 现在就不需要的 也有很多解决问题 所以台湾现在跟美国现在有 切香肠 的动作太明了 你切的太明了 好像刀一直在习近平面前是画 对 你说不要习近平 脑袋一把刀在我面前画我都会惹齐了 对啊 你是想把他惹齐了 然后决一死战了 还是把他惹齐了让他屈服呢 拜托 在台湾问题上认为一个 在无能经常读错别词的领导人 都不可能在台湾的账破先退了 对 这一点 蔡英明一定要清楚 美国白宫的朋友们一定要清楚 切香肠的切的太明 北京这位提前打 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会更加坚定 对 对中共领导人来讲 台湾问题的鞋而未结实 都是个新变 台湾问题 也就是一个领导人 到底是千古灵芳 还是一臭万里的一个选择 对这一点来讲 就一个民族主义支撑起来的精神支柱 中国共产党来讲 这一点不要去怀疑他在 民族主义问题 和台湾问题的坚定的意识 你可以说他批评他们 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他这一点他没法理解 其他方面可以躲起 贸易战我让你一点关税之类的 台湾问题很大 新疆问题 西藏问题 台湾问题 不可触碰 杨洁篪王毅多次跟美国讲 很清楚 包括他还有香港 所以他最单级的武毒乱马 现在多了一个港独 港独台独 藏独江独 还有某 这个边疆的问题 或者边陲的问题的安全性 影响到中央政权的可持续性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地位的稳定 所以这一点来讲 就是我来当总书记 我都不会有任何 这是独系生存的一个重要的华力的基础 对 正能正当性的基础 所以这一点 希望中国领导人 就等台湾有什么退了 大家还是打小主力 所以这个党真的是跟出现了另外一个戈尔巴乔 在出现个戈尔巴乔 他也不会 在高加索地区的几个什么 分离的小小加盟共同国 也采取什么妥协 不会 国家形态在的时候 民主主义的情绪 能够指引所有人导人的决策事物的时候 不会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很清楚 二战以后 世界上有三个分裂民族 主要的 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不算 东西德 采取了妥卑的帽子 南北韩 采取了各个各自成立国家 分别加入联合 还剩下中国大陆和台湾 今天的台湾的经济对大陆的依存 已经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分裂民族的国家 台湾每年从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上 台湾每年从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上 获利是700亿的美金 相安无事 但是大家还可以互相正眼起 把这个脸骂 那就没有这些问题 哪有个分裂民族的一方 每年从另外一个的角度 另外一个一方 获取巨额的商经贸易的利益 然后整天炒得要跟他分开 嗯 想想这个他的 这不是个悖论 这是一个不应该出现的一个情况 台湾问题有的矩脱不绝 对北京是个非常大的法理 对上的分裂 是吧 你想一想 1949年以后 我们要承认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的东西 没有延伸到台湾地区 对 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政府 也没有延伸到这么大 所有的这些的更变 是从李登辉宣布的 终止临时条款 解言开禁 紧接的派了郭婉龙 率团参加在北京召开了亚义年 蔡英文是其中一个随眼 在人民大会堂 杨上坤走进来 在中国国生活前 人家都站起来 我先承认你 台湾一早就承认你 但大陆就承认你 但你必须承认 这个东西一拖久了 它原来不是问题 是历史以后的问题 现在可能演变成现实 你怎么面对 哪有国家的分裂 是分裂那么久 还那么悬而易未竭 是不是该到尔万的一篮子解决了问题 是 九二共识的等值就是拖 比较和缓的拖 跟民进党的政策是差不多 当然每个人都要维持自己的独立实力 台湾人民也捍卫自己来自不利的民主的城 中国大陆现在的 春冠和巨尾主任都还是美派 也不是真正的民选 台湾的日本时期就有些世界的民选 台湾的整个社会的制度价值观 文化 齐齐典的金融有稀的变化 因为他接受了完整的西方的奖励 中国大陆这一套的中国特色的制度价值 可以是格格不入 可以是两制变成 但你香港问题的挫败 和香港目前的状况 对台湾这个所谓一国两制的解决 完全起不够负面的四个人 所以怎么解决台湾 我说的要和平方式解决它 终究要找到一个双方要能够共同接受的 平行事件行得合力的情况 而不是强加以人的一方 台湾问题我讲过 未来五年解决问题的沦着方向 你都天天在这样拔他的嘴 你知道这个典故吗 美军住在左营五十年代的时候 经常搞得连关跟台湾的军队 在进行打篮球 美军的刀头到台南的跳篮 台湾我们东方人个头比较小 台湾有些兵要挑不到篮 美军跳起来要投篮的时候 拔他土 碰一下头不准 打一次好玩 把酒惹急了一把掌的干过去 台湾现在就是不停的把习近平的情况 不停的把他打回来 想方设 你把他惹急了 真的对台湾好处 你现在就是一样 但是杨先生你觉得这个大陆 会不会就是像你说的 就是着急了一巴掌就过去了 现在已经很着急 飞机都天天在那边飞来飞去了 再踩一下油门去做一下 所以你觉得这个时间应该 你觉得这个时间很快吗 还是说其实习近平本身有克制 五年内 我们不是算 五年内一定会很清晰的下落 用什么方式不知道 台湾的朋友是根本就不用打 谷歌地图一搜寻台湾的书店的电网 那几个书店家 用几个精确照弹 然后就封锁 两艘航空母舰就堵的一栏一栏 你试看看 台湾的石油的战略处 大概有10天吧 那你刚才说到 就说根本就不用 中国可能中国大陆不用做什么 两艘航空母舰一堵 但是相信你上周也看到了 澳大利亚的这样的一个表态 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只是当他是表态 就真正他会不会做还不知道 但是如果是说这些日本澳大利亚 然后来因为中国的这样的一些武力的动作 来协防 那你觉得中国可以应付吗 澳大利亚 那凭什么来想 他开到这里来 他中间还加几次 凭什么 日本有可能 他敢不敢 我讲中国的二炮部队 大部分的锁定的目标不是台湾 锁定是日本本岛 最大的假小就是美国在日本在日本的级级 如果真的话真的是要搞联合国在港 那大陆五十年在毛泽东一穷二白都赶金的 十一个联合国国军赶金的 解放军尽管有几十年不打仗 不试一下 一定要让他试一下 大家来破罐破酸 逼急了狗也会跳墙 韩战都敢硬碰硬 中印边界中叶边界都敢硬碰硬 何况是现在 所以澳洲不足以据 他得到爽一爽 韩战可以 投赏一下 美国和日本 如果决心一旦下 一定不会前胖而过高 除非他本人就是怂 一怂马上有人取而代之 就这么回事 哦形势如此的严峻 这个马上有人取而代之 是 这个相信两天生有观察 想永远执政 想涌出一只熊 台湾问题是最好的力气 江泽民 邓小平生前是多么渴望 在他有生之年就把台湾解决 邓小平的乌兰多是蒋经国的路党介绍的 在俄国时 他们两个人是可以相逢一笑 敏仁仇 今天台湾完全不一样 今天台湾的政治形势 今天的国民党 已经不再是知道 要再重新执政的难度都很大 民进党的历史上跟共产党是没有恩怨 为什么我们现在就这么偏执 对 所以这个问题都是问题 好 继续 好 是的 所有的就像杨先生问题都是问题 就是因为问题太多了 好 然后这个 最后一个问题给我关台湾了 来问一下杨先生 就是说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战略模糊 对于美国来说 对于台湾的战略模糊 已经逐渐走向清晰 而且呢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 也是因为这个 在我们看到应该是昨天 蔡英文的有一个CNN的这样一个采访 这个他是成为了这个数十年来 这个台湾的总统承认 有美军在台湾协助训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领导人 所以其实这个消息呢 就说有一些人认为啊 就说其实美军在台湾 其实也不是一个什么很秘密的事情 只不过是他们以一种这个这个便衣啊 或者是不以这样的身份来入台 但是他们其实一直在 但是这个事情被蔡英文讲出来了 所以人家就会觉得 现在美国是不是也对这个台湾问题 在台湾问题上从模糊变成清晰了 您觉得是这样吗 嗯 蔡英文讲话 它是他的国安局 oui 一定有沙台延期非常稀 Leo 还有中国反应 或者那个国际买 采言呢 应该跟美国在台协助 所以美国在台协助的代表 马上有一个变化 而整个来讲 基本上是台湾的大外宣 两个呢 其实 美軍的到臺灣的住房其實一早就有 在中國大陸也有 海軍陸彈隊一直駐守在美國在台協會 一直駐守在北京的大使 但是以顧問的身份 台灣的在公開的密密 對 公開的密密 其實總數目前是在32到50個人之間 不是那種承批量 承批量就不一樣的 性質 對 當年最高峰的時候幾萬人 核武器都部屬在台南 現在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中國大陸其實對台灣 對美國的深入界 台灣其實早有一些最壞的打算 大陸軍方大陸的脫臺盤系統關係 早也有自己的殺害 因為也會有一個處理對應的方案 但總的有原則 你把這層窗落子捅破了 那麼好 就不可能再像過去一樣 中美關係那麼好的時候 或者相對好的時候 大家爭眼比 那如果北京在這個問題上 毫無欲求毫無欲暗 那就是北京的對台角色是一定會出掉大問題 但目前來看北京是有陰面 有準備 有慾愛 這個跟我們的估計預測是一樣的 所以我想 北京的對台政策的整個體系 也50年代到現在 雖然已經正式的宣布 終結了過去的秘密對台工作的那個意思 2017年2018年的11月的中國新聞周刊 想 想 秘密的接觸 完全披露解密的意思 跟我們組完這檔 所以這個問題的講 他問題也差不多要刮熟必落 也差不多了 久多不絕 拖得越緊 國際行政變換多端 讓中美關係恢復到原來的狀態 中國日益成為國際政治舞台的重視之地 對 這樣一個大國要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 要成為現代化的強國 他怎麼可能留一個70多年 還嫌弱未接的內戰的延期 本來可以用和平的方式 逐漸的用長時期的磨合 去解決政治上最終的最整個 但是現在香港的一國兩制的事件 起不了垂換左右 國際形勢變換多端 中國大陸本身有自己本身 要期待解決的處理的問題 邊疆的問題等等的問題 他怎麼可能留一個刺 把這個青春痘留在這臉上 留了70多年 還不把他起掉 這不正常 怎麼可能是個偉大呼吸 偉大呼吸還留一個尾巴 這怎麼可能 這叫什麼偉大呼吸 所以這個東西你想從邏輯上來想 再拖下去的麻煩的東西 聯合國以前有一個說法 說一個國家如果分裂狀態 大概到了50年後呢 還有一次一個政治勢力 他有可能重新的考慮 是不是要接受他成為一個政治勢力 現在是處於一個戰後 整個國際形勢重建的這麼一個關鍵結構 台灣提出這樣一個政治地位認定的問題 也很正常 大陸毫無反應 那很不正常 所以必須要反應 肯定會有 這個反應是和平方式的 是接受台灣的要求 還是用我們不願意看到的戰爭的手段 或者其他手段 解決他這個玄而未決的分流 內戰的問題 這不是嚇唬人的話 因為中國大陸他不是被朝鮮 他的國際地位 他的外交的能力 他的軍事能力 外交手段 還有他整個大陸要面對的內閣 而且習近平如果還想執政 還想連任 還想建功立業 那就不是補貧的問題 不是小康社的問題 只有解決台灣問題 他才可能連罪是這個 對 他的政治智慧智商夠不夠 來解決這個問題 他另當別人 但他一定要把他列入制 本來台灣問題還是往後靠一靠 那你蔡英文民進黨 逼著他把他往前推 那沒辦法 是兩岸人民的面 不停的拔腿毛 不能拔 你的腿毛拔光了 對 確實 這很奇怪 我找蔡英文身邊的這智囊是怎麼想 對 這也是一個 所以就像楊先生說的 這個拖拖拖到最後很多都變化了 然後現在這個蔡英文 沒有一再的這樣一個挑釁 所以接下來可能大家還是 有很多的這樣的 台海之間還有很多可看 可聊 可思考的這樣的一些話題 好 今天台灣問題跟楊先生講到這裡